在地狱乐里有许多生怀异能或是刀枪不入的超强罪人 当普通促行人对其束手无策时 来自山田前卫门的幕府御用促行人就会出手 世代以施展刀剑与促行为业的山田门人 几乎全都是善于用剑的高手 那么他们的实力究竟有多强都有着什么样的能力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地狱乐15位促行人 车底考察 左妾是山田家家族之女 其长相秀美性格单纯善良 拥有五家小姐的萨气 原本可以在宅邸安稳的生活 但在见识了父亲无痛无恨的理想异刀后 想要让罪人们都能毫无痛苦的死去 开始以山田家理想异刀为目标 虽然是女性但剑技十分出色 年纪轻轻就获得了试异刀流12位的评级 不过左妾却有着对斩杀生命感到恐惧的业障 一直以来难以克服 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刚登岛时 左妾会认真执行监护任务 严格要求罪人不能松开手绳 但在生死之际开始转变观念 与罪人共同寻找仙药 并且在战斗中受化霉丸的影响逐渐消除了内心的迷惑 领悟了艰巨处行人的使命 以及对罪人的怜悯忠道 怀着对理想异道的追求实力也大为精进 在仙岛上与罪人的冒险经历影响下 逐渐认为人与人是可以彼此理解的 还一直鼓励化霉丸坚强的活下去 希望化霉丸最终能重获自由与妻子团聚 总之是一位敢于挑战一成不变 不断探索自我的撒气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 左妾的初恋是同为山田家的书线 七胜性格冷淡对于工作毫无积极性 是一刀流排名第11位 虽然看上去非常不靠谱 但实际上七胜是个头脑清晰的能人 拥有敏锐的洞察力 在登岛前就已经看穿罪人们的本性 完美地预测了即将在岛上发生的异变 此外七胜还推测出山田家的内部 也会涌现出野心家 为争夺下一任家族之位而相互争斗 与其他处行人不同 七胜不拘泥于规则 能够清楚地分清任务的主次 谦要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有时形势甚至有些偏激 会为杀死罪人而编造他们想要逃跑的谎言 总之就是特别会寻找机会快点下班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七胜和元四是同七胜 不过两人的性格却截然相反 而且两人还意外的相当融洽 非常喜欢年龄相仿的美女 下班后经常与元四以及石河一起去游锅玩乐 感觉是个相当会生活的见识 典座头戴忍者护恶 长相帅气 性格开朗 为人正直且富有同情心 是各方面都非常完美的角色 原本典座是一名无家可归的孤儿 在十二岁时被诗远收养 带入山田家 因为诗远的悉心教导 典座从以前的小混混 变为了为他人挺身而出的好人 因此典座将恩人誓远当成自己最重要的老师 完全不喜欢誓远的冷笑话 理由是帅气的老师开玩笑会有损形象 典座是唯一帮助罪人逃离小岛的出行人 据说典座是因为无法对无罪之人下手 所以才邀请如盖上岛 为清白的如盖谋取一线生机 在看到如盖有危险时 还会奋不顾身上前帮忙 甚至就连如盖自己都亲生时 典座都还是不厌其烦的耐心开导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典座超不擅长思考 出行时经常分不清海流的方向 一个劲的使用蛮力划船 还被如盖吐槽过是个笨蛋武士 平日里典座在山田家行事作风也相当粗鲁 但对待女性时又会变得特别绅士 在发现如盖是小女孩后 就非常绅士的蒙上了眼睛 还被如盖认为是最合适的老公人选 不仅如此 点作的实力也不俗 在试一刀流排行第十位 以快刀流建成 傅之是小小个子 身着怪异服装的畜行人 其腰间挂满了各种解剖道具 对医学解剖有着狂热的兴趣 据说山田家的仓库 就是傅之的专用研究室 在医学制药解剖等领域贡献巨大 完全不会在乎他人的评价 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 刚登岛时对岛上的奇异生物充满好奇 对探索未知的世界异常兴奋 在战斗中都时刻观察着未知物种 战斗后热衷于解剖奇异生物 了解其生理构造 起初性格冷酷 无情 仿佛是个精神变态 但随着同伴的牺牲与罪人的相处 逐渐显露出感性的一面 特别是在得知同伴牺牲时疯狂掉眼泪 才明白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开始希望所有人都能生还 是一位无论何时都在为别人考虑的好人 还有虽然富之身材矮小 但拥有一场灵巧的生法 在试衣刀流排行第九位 通过特殊弯曲的尖头刀和锯子刀 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的战斗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 复制的厨艺相当不受欢迎 元四是身材高大 极为强壮的畜形人 其性格豪爽 心地善良 又有点笨拙 不过因笨拙与耿直而诞生的豪剑 在山田家也是首屈一指 试衣刀流排行第八 据说元四为了学习写字 竟然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学会 甚至还在大厅广众之下不顾众人目光 对教导自己写字的书线大声朗读感谢信 这样耿直过头的性格 让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并且元四在思想上也是个老顽固 认为男人与女人都各有职责 一开始完全不认同家族之女左切走上畜形人之路 并且认为左切的战力不足劝她离开 但在危机时刻 元四还是会义无反顾地挡在她身前 在理解左切后也认同了左切的生存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 元四超不擅长应对女人 在自己负责的罪人被杠算计后 就连自己也被杠的美色诱惑 成为杠的随行促行人 门怒是山田家厨房的镇守神 拥有超高的料理技艺 其爱好是插花盆栽等 特长是裁缝与烹饪 再是一刀流排行第七位 号称漆黑的死神罗魔喜欢书法 其特长是寻找姻缘 拥有独特的口屁 对体弱多病的女性没有兴趣 不过如果是书县大人的命令 就算是下地狱也会尊崇 其实力也相当强悍 在是一刀流排行第六位 仙太身材胖胖 还戴着圆圆的眼镜 怎么看都不像个出行人 更像是一名学者 仙太心地善良 性格懦弱 原本小时候非常喜欢画画 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 但却必须遵守男孩世代 进入山田家的传统 被迫成为一名世道促行的武士 可仙太却非常讨厌杀人 甚至完全不想承担促行人的职责 只有用书籍知识来麻痹自己 却意外获得了勤奋好学的美名 反而还提升了段位 封闭的内心才逐渐打开 履行自己的职责 所以仙太才对罪人干不受规矩束缚 和毫无罪恶感的生活方式 抱有着强烈的憧憬 并被干自由自在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仙太拥有宗教植物学等广泛的知识 在上岛时也会随身携带书籍 通过丰富的知识储备 破解了很多仙岛的秘密 与同样对学问感兴趣的复制关系要好 并且仙太还拥有着高超的料理技艺 在岛上为罪人们准备的饭菜 真的是让人直流口水 他的拿手好菜是半大虾 在山田家的食堂也是最受欢迎的食物 虽然仙太看起来和典型的处行人相差甚远 但他的实力其实非常强 在试衣刀流排行第五位 其剑术也是山田家少见的 以巧妙运用手腕挥舞刀尖的基剑剑法 初剑快总狠是不可多得的全才 试远是先天失明的剑士 据说眼睛上的伤是小时候与母亲一起在街头卖艺时 被母亲特意划伤 其性格沉稳严厉又温柔 很喜欢开与自己眼睛盲目相关的笑话 在山田家具有很高的威望 经常被人称呼为老师 特别是徒弟典作对试远十分尊敬 然而典作不知道的是 试远因为对隐瞒自己成长的经历感到羞耻 所以非常向往正直生活的典作 喜欢典作的性格与散发的自信 两人的关系也最为深厚 在典作遇害后 悲痛的发誓一定要为典作报仇血恨 试远实力强大 在试一刀流排行第四位 据说小时候就能感觉到物质中释放的气息 在街头表演时 就是利用感知的气息来躲避客人的木刀 所以在进入山田家后 很快就掌握了剑术的精髓 能够通过气察觉与攻击对方的弱点 之后试远将气命名为波 传授给了不少同盟 值得一提的是在登岛后 试远也是最早理解仙道神秘力量的人 石河是山田家谜团最多的出行人 满脸胡渣略显颓废 看上去像个大叔 但其实只有28岁 其对待任务的态度十分敷衍 甚至喝到烂醉时还会去出行罪人 并且为了去游锅玩乐 竟然将自己的武士刀典当 所以现在只是一把装饰用的竹刀 其为人总是喜欢偷懒 看似无欲无求 但其实是一位深藏不露 老尖俱华的野心家 石河出生于平民窟 在幼年时就展现出了聪明才智 想要武士的身份却又不想去战斗 所以才进入了山田家 十分善于省时夺势 窥探人心 其实力相当不错 在世一刀流排行第三位 拥有能够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 提前预知可能会出现的危险 善于找准机会斩杀眼前的任何生物 因此竹刀在石河手上不仅能斩杀罪人 甚至还能轻松击杀岛上的海洋怪物 虽然平时不出手 但出手必是秒杀 凭借着机制的头脑 石河还策划了 让所有人都活着回到本土的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 石河举止轻浮十分好色 并且男女昏速不济 就连普通的男武士都不犯过 令人惊讶 总之是出行人中一阵一邪的角色 魏善是山田家当主 极刺师下的顶梁柱 虽然战斗能力没有那么强 但具备家族的职业素养 其健技超一流且经验丰富 以消除痛苦与憎恶的理想一刀 为目标修炼至今 在世一刀流排行第一位 魏善性格严肃认真 对待门生一视同仁 是出行人中最年长的前辈 曾给予性格偏执的书线温柔关怀 还开导他放下仇恨 经常会指导门生建树练习 并将自己的心得传授给他们 因此受到尊敬与拥护 童马是罪人吊兵卫的亲弟弟 长相清秀留着一头长发 很容易就会让人误以为是女性 童马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胸控 认为自己是哥哥的一部分 而哥哥则是他的全部 被哥哥夸奖比什么都高兴 为了营救罪人哥哥才潜入山田家 潜入后仅用了一个月就取得了代理资格 并成功担任哥哥的出行人 实力相当不错 可谓天赋异禀 原本童马出生于赤稿藩的武士家族 拥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 却在藩族的争斗中破灭 导致兄弟两人落魄为盗贼 不过调兵卫凭借自身实力与聪明的头脑 反而混成了贼王 而弟弟童马则作为盗贼参谋 称霸一方 在登岛之初 童马过于信赖哥哥 常常会把决策与战斗交给哥哥处理 但在看到哥哥为自己暴走后 内心开始发生改变 为了能与哥哥并肩作战 甚至向自己的敌人盐铁斋低头求教武艺 为了展现自己变强的决心 剪掉了长发 最终童马如愿成为了哥哥的超强助力 在十一刀流段位未定 称丸是山田家最小的门生 因为才十二岁 所以目前还没有段位 但实力却一点也不比成人差 在山田家的实力也可名列前茅 虽然长得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 但说起话来却毫不客气 并且脾气也相当不好 不喜欢别人将他当成小孩对待 非常尊敬每天与他练习的书线 元四的妹妹威灵是山田家最高的人 虽然目前还没有段位 可拥有不输哥哥的实力 使用的武器是独特的双刃刀 威灵性格温柔容易害羞 拥有独特的褐色皮肤与巨型体格 令其从小就非常烦恼 总是会被周围人吐槽 毫无女性魅力 还被小自己好几岁的青丸称为女巨人 这使得威灵更加自卑 直到被书线推荐到幕府担任武艺指导官 还在将军夫人面前夸赞威灵 自然又高级是山田家珍藏的加罗 这才使得他重拾信心振作起来 也因此让威灵对书线新生爱慕 每次与书线说话时都会脸红 书线是目前山田家事务代理人 在幕府颇具威望 时刻遵守着武士的礼节 誓死捍卫山田家的荣耀 虽然性格固执较真 却也是个非常温柔的人 对山田家同盟怀有着深厚的感情 会因为担心岛上同盟的安危而流下眼泪 对待男女以及本家分家的态度 都是一视同仁 还会每天看望下级道场的徒弟 辅助他们训练是一位非常可靠的师兄 曾为了左切受封段位而向家主求情 是左切儿时的粗恋男友 据说幼年的书线 因为父母被恶人杀害而封闭内心 非常憎恶那些嚣张跋扈的恶人 进入山田家后 在为善的开导下逐渐好转 但还是无法遏制心中对罪人的仇恨 为了执行心目中的绝对正义 甚至曾残忍地杀害黑道家族 包括婴儿在内的一百多人 并且对待包庇罪人的同盟也绝不姑息 信奉着秩序下的绝对公正 出现拥有强大的气场与一流的剑术水平 善于观察和学习同盟师兄的剑技 在同盟剑技的基础上模仿并弥补缺点 完成超越 是一刀流排行第二位 总之书线是一位超级有原则的人 绝不会因为任何缘由而破例 无法接受任何人触碰自己的底线 好了 接下来是三天前卫门家成员的身高跑马图 敬请欣赏 我是小宇 我们下期见 拜拜